若巴基第十一章第十二節 空虛的人卻毫無知識 人生在世好像惹怒的驅子 然后我用这一节经文回答另一个问题 就是问到关于熟细知识 有人问到熟细课本和知识的学习 和真理的学习应该如何平衡 如何才能互相增进明白 例如是否要先了解圣经所说的智慧 如果要侍奉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了解关于教会生活 或者是做领袖的智慧 才去寻找一些货外书本 去了解世界所说的这方面的题目 首先回答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尤其在香港就更加值得去深思这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香港的货本我们看见 例如香港来说 本身是一个城市 但你会看到现在最不法的人 反而是所谓叫做大学生 他自己究竟是读什么书 竟不会做到那么野蛮 简直是好像动月同气时代 石器时代的人类 你说他们真的退化也有人相信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现象 原因就是关于知识 就像这次经文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空虚人的毫无知识 换句话说 我想让你知道 这个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读知识 这里是说这个人是因为空虚 而导致他们 就算他仅有的知识 都会消磨或者消失了 事实上 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典型的 在属世里面我们会看到 所谓叫做无聊的人 就算他读多少书都没用 因为是漫无方向 因为他自己不懂得 如何应用他的知识 因为这些知识 不能够使得他自己叫做 学精了 所以在这里就说到 这些人好像野蛮的蛆子 野蛮其实就是又环固又蠢 而并且还要是他的蛆子 即是他的小蛆 即是说一些未成长的蛆子 说到就是说 不单止野蛮 还是完全未开销的蛆子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告诉我们 一件很明显的事实 就是说原来一个人 他没有一个足够好的性格 去承担的话 其实他学多少知识都是多余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野蛮 通常我们一说到牢子 都会说他的性格 对不对 即是像牢子那样挖的 你的性格 好像一只牢子那样的脾气 其实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知识只是可以说是一个点绝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性格 去用他出来的话 其实我们没有机会 第一没有机会用到 第二 其实我们完全任何时间 都会被我们的情绪行先 去破坏我们能够有机会 去深思熟虑 或者去三思而行 这些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我们面对知识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平衡 我想和大家看一节经文 大家会更加明白 耶利米书很容易记得 923 九章第23节 至到第24节 耶和瑜此说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这些是我们人生中 三样我们会追寻的 无论是我们懂得智慧知识 因为智慧就是应用智慧 关于我们的健康 关于我们的财物 这三样东西 我们都不应该夸口 但他提到第24节 跨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 慈爱公平 和公义 以此跨口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讲到就是 原来我们生命当中的轻重 关于比如这条讲道 甚至是知识和智慧 轻重是什么呢 轻重就是一定要知道神的法则 并且神原用什么法则去对待我们的一生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讲关于知识的话 无论是财物知识 或者我们在世度过的光阴 原来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尽我们的时间 在知识上绝对了解 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当然你会看到香港 基本上是毁了下一代 基本上就是教的通识 而不教历史 所以连礼廉延似 都可以只是 是一个面具 对于很多人 但是真正里面是什么呢 你看到下一代 是这样 有东西挖起它的时候 它里面没有的 怎么会出来呢 就像一个海绵 你用力拿它 如果它干的话 一滴水都不会出现 但如果里面是储满了水 你用力压力给它的时候 它就会出 如果是水 它出水 如果是墨汁 如果是碱水 如果是可乐 所以很多人在压力下 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之后 为什么你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你本身是这样 有些人被逼之下 他会沉默 有些人被逼之下 他会自残 有些人被逼之下 他会伤害他人身体 看到吗 这是他内在残藏了 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压力下 就自然会出来 就是人家是逼 不过逼了他里面那种 污蔽出来的话 他就不能够 这个污蔽是你使我去学会 其实就不是的 所以在这里说回 就是关于原来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些东西 都不及得一样的 就是我们学知识的时候 首先要学会 原来神是怎样对待我们的 神是沿用一些什么的原则 和可以说游戏规则 去对待人类 这个就是所有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譬如属世课本或者知识 无论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学生 又或者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有机会事奉 而我们为了事奉 去学这些东西 譬如我们去学打鼓 跟外面去学弹琴 又或者是学一些管理阶层当中的知识 又或者甚至我们去进修一下 读一些夜校课程 或者像我这样去读自然疗法的一些课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知识和学习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一 就是在这方面 圣经其实是教我们如何去面对的 就是说我们学了知识 学了智慧 好像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三节所说 我们学了这些知识智慧的时候 如果这些知识智慧是导致到我们 爱来跨口 而不能够导致我们去了解神的游戏规则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愚昧了 对吧 又把记得十一章第十二节 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 人生在世好像野路的驱址 头通中 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